Conflux创建于2020年,创建者为龙凡,目前它的市值为2.11亿美元,流通供应量为10亿。 相比于传统的Bitcoin和Ethereum,Conflux网络采用了独创的竖图结构来组织区块,通过合理的系统设计与优化。 在保证安全性的前提下,它可以大幅提高底层共识系统的吞吐量和确认速度,减少区块确认的等待时间。 这对于区块链技术的应用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技术层面,Conflux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TrayGraph、竖图。 Conflux中的区块之间由多条边相连组成,这些边的连接可以分为两类,一个是负连接,一个是引用连接。 在确定主链的基础上,新称臣的区块必须使用负连接,连接到主链上最后一个区块。 除了主链之外,在这个网络中还存在一些非主链的途径,新称臣的区块必须使用引用连接,连接这些非主链的最后一个区块。 正如这个图中所示,TrayGraph使用了两种规则,从而实现区块上的权序。 第一个规则叫做Ghost或者是Hast,它使用的是,或者是Ghast,它是用于确定主链。 从Genesis区块开始,挑选拥有最大子数的孩子区块,作为主链上的下一个区块。 比如说在这个图中,区块A和区块B都是Genesis区块的两个子区块,而A子数有A,C,D,E,H,G六个区块,B子数有B,F,G,I,K五个区块。 由于A子数更大些,所以选择区块A作为主链上的下一个区块。 根据同样规则,把区块C,E,H都选择进了主链。 而第二个规则是Epoch,用于确定区块的顺序,主链上的每一个区块都各自确定一个Epoch, 并且在建立这一个区块的时候,它还必须要把自己所观察到的, 但是还没有被其他区块引用的区块引用起来,表达不同区块之间的先后关系。 比如说对于区块C而言,它选择区块A作为主链上的最后一个链, 通过副引用指针直向A,但同时它观察了区块B,没有被任何区块引用。 所以在Epoch of C这样一个Epoch中,它需要通过一个引用指针将区块B引用起来。 在Conflux上的网络中,可能会出现一种叫做存核讯攻击的黑客攻击。 它是指攻击者不以双花为目的,而是以让这个网络没有办法确认交易为目的。 Conflux网络通过刚才提到的Ghost规则升级到Guest,从而提高了防御力。 那么Ghost和Guest有哪些区别呢? 对于Ghost而言,遭受攻击的核心原因是Ghost的算法, 其实是在不断地选择最重的一个指数, 而且每一个区块的权重都是一样的。 当我们整个网络的出块速度非常非常快的时候, 那么坏人就可以有一个策略, 比如说当好人在分叉成两个指数的时候, 坏人就可以分别在两个指数上进行一些算力挖掘。 当好人有一边的算力大于另一边的时候, 坏人就会在算力较小的一边放出一些他所挖出来的区块, 使得这两个指数的两边总是保持平衡。 这样的话就会使得我们的Conflux网络中没有办法确认哪一条链是主链, 从而就无法确认哪些交易是成功商链的。 而在Guest规则中, 每一个区块的权重则会是由该区块所处的历史数结构所决定, 它同样采用最重链的一个规则, 但是区块会有三种不同的权重, 01和X, 其中X是一个比较大的数, 在没有攻击的情况下, 所有新生成的诚实的区块, 它们都是普通的区块, 权重唯一就和以前, 就和Ghost网络中是一样的, 但是在攻击者进行任何一种存活性攻击, 并且这个攻击持续足够长的时间以后, 所有新生成的诚实的区块都会变成特殊的区块, 权重可能是0或X, 这个X是一个数值较大的数, 比如说X可能等于1024, 那么在共识机制中, 这个方法就会类似于将区块的难度调高X倍, 将出块速度放慢X倍, 出块速度放慢之后, 就可以有利于解决存活性攻击的这样一个问题, 提高整个网络的防御力。